在我們的設計軟體裡面呢 我們主要分為兩大支系 一個是點陣 另外一個是向量 在我們的點陣裡面呢 其實就像是我們的數位相機 我們到一些 比方說換口接啦 或是說光華商場 想要去買數位相機的時候 我們都會跟人家講說我要多少萬畫素的 那現在1000萬畫素的 其實相機已經非常非常普遍了 那這個像素是怎麼來的 就是它的寬高比 比方說我們以我們的桌面來說的話 這邊是800 這邊是600 那就是800x600 就會有48 48萬個點 所以你會發現螢幕上的解析度並不高 所以我們現在一般的一些網頁啦 或是說螢幕的一些解析度 其實都不高的 那真的會講解析度的就是 我們的印刷 所以我們Photoshop呢它是屬於我們 點陣式的繪圖軟體 那其他的部分像Penta啦 Follow Impact這些全部也都是屬於 點陣式的繪圖軟體 那再來就是我們的一個 向量式的繪圖軟體 它就是用數學去運算出來的 那同學聽到數學不用緊張 這是電腦算不是你算 所以代表的有像Illustrator 或是說Flash或是Codro 這些都是我們屬於 向量式的繪圖軟體 這些都是屬於我們的 向量式的繪圖軟體 那這個繪圖軟體的話呢 它可以無限放大 不會有解析度的問題 可是點陣式的繪圖軟體就會 所以這同學要特別注意到 所以這個地方呢 我們有簡單的一些 做一個簡單的paper 跟同學來說明一下這邊的 點陣跟向量的差異 那原則上跟我們剛剛說的就是 大致上就是我們剛剛所說的 那這個就是我們縮小 跟放大會出現馬賽克的情況 這就是點陣圖 所以當它會有這種解析度的問題的時候 它就屬於點陣式的繪圖 或是物件 那我們這邊特別要跟同學講 因為既然你不能無限上綱的放大 所以我們就必須要怎麼樣去知道說 我們應該用什麼樣的情況之下 在什麼樣的一個條件之下 或是什麼樣的用途的前提之下 我們必須要用什麼樣的解析度 比方說像網頁啦桌布啦數位相機 他們其實都沒有解析度的問題 也就是說同學可以用印刷 或非印刷來做個區隔 只要不是印刷的部分的話 全部都是72dpi 那如果是要牽扯到印刷 才有比72dpi還要高的一個 解析度的一個設定 但是印刷又分為幾種種類 比方說像大圖輸出 像外面啦 有些競選的時候 會有一些反部條 那就是屬於大圖輸出 同學都有看過 那非常大 所以說那個只要圓寸 然後100dpi 甚至不用做到圓寸 都沒關係 因為我們都是隔一兩條接以上的距離 在看那個反部 那再來就是報紙 因為我們都摸過白報紙 那麼接下來就是我們的報紙 那其實我們報紙每個人都有看過 甚至早餐都是會看報紙 邊吃早餐 那它屬於 那紙張是用白報紙 那同學都有摸過 那紙張其實蠻粗糙的 所以說它其實不需要用太高的解析度 因為其實印在那個紙上也不會很清楚 所以我們都是圓寸150dpi就可以了 那像我們房間的一些像我們的課本啦 或是說一些雜誌啦 印刷精美的海報 這些都屬於平板印刷 那它的解析度是從300到350 所以同學在使用之前一定要先確認說 你要用什麼樣的一個內容 要做什麼樣的一個用途 然後去選擇適當的解析度 才不會到時候 你看像這個相差了五倍 到時候這樣可能就會 要嘛就是你做網站沒必要開那麼大 因為開那麼大的話會浪費你的記憶體 然後而且電腦會變比較慢 那你要做印刷的話千萬不能用712 因為印出來可能只有它五分之一 要不然就是全部都是馬賽克 所以這是要特別注意到的地方 那我們來看看這邊齁 這邊有兩張一模一樣的照片 那其中一張就是點證 一張是向量 那我們利用Illetrader來跟同學做說明 因為Illetrader它是屬於向量式的繪圖軟體 現在以這張來說的話 我們在點選的時候 你看到這邊有很多的錨點 那這一張點選的話就沒有 當你移動的時候看不到任何錨點的話 這個就是點證式的圖檔 那這個就是向量式的繪圖 在這個圈選的範圍內 所以你看我們在這個地方 針對某個局部去放大 它都非常銳利 我已經放到最大了 它依然是非常銳利 都沒有馬賽克或是施針的問題 那我們看一下旁邊這一個 左邊這一張 我們放大來看 你會發現這邊已經開始有一些鋸齒狀 甚至有一些不規則的畫素產生 如果再繼續往上面放大的話 你會發現這全部都是一點點的馬賽克 這每一個都是一個像素 它承載不同的顏色 所以近看的話就是全部都是一個一個的 越拉越遠的話 縮小看 原來這是一個花紋圖圖 所以同學都可以從這邊去進行 點證跟向量的一個判斷 以及這樣的一個運用